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回到Pixel網的伺服器 沒見到這個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第2還是第3集 現在已經是非常強勢了 現在基本上精靈都大概60多年 雖然你看到100L的BOSS 但是BOSS是沒有練過的 真的...技能完全沒有配合 所以都很費用的 但是不要緊 首先講講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找我的迷EQ 在這個墓地上 那迷EQ在這個墓地上可以預見的 但是它的機率都比較少 所以就試一試 我們用上我們的Seedback Seedback已經是練好努力值的 不過它的個體值是有點問題 性格是OK的 但是個體值全部就差了 所以其實到時候可能要幫它裝個銀之王冠 好 那我們來了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Pixel Rider 這個就是一個雷達器 可以檢查到附近有什麼精靈 其實都挺屈機的一個插件 OK 但是它的確是幫到手 就是幫到... 幫到找...精靈 因為如果你用原本的地圖 原本的地圖就是這樣的 就是看不到有什麼精靈 但是Pixel Rider就全都出現了 OK 那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立即就要打了 首先我知道的就是迷2Q會在這些空間會生成 所以某一些精靈 出現之後可能它不會再生成其他 即是好像新的精靈 所以我們要先打死這些 今天我就要把一些不是迷2Q的東西全部打死掉 等它...等它立即生成的迷2Q出來 那我就可以立即抓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一個... 打一下經驗 打一下怪的一個... 時間啦 因為雖然經驗比較少 但是都有這些道具拿 譬如暗枝石啊 中解珍珍珠這些都有用的 其實可以用的 好 那這些小木妖就暫時我不會用它 OK 那小木靈 也是打死吧 但是因為我seepback沒有學其他技 我不知道seepback學技 即是那些技能是不是要遺傳還是怎樣呢 好像很差那樣的技能 好像啦 OK 沒有什麼特別 暗枝石碎片都有用的 這些 在這個pixel網裡面 一些進化射是很有用的 還有先說一下 大家可能在左邊看到迷2Q 因為我已經抓過一隻 但是發現呢 它不是女生 所以我就做不到 因為我現在沒有八變怪 所以我就... 我要抓女生 這次的目標就是 這裡我們換其他重 換隻龍 多龍 多龍打這些應該沒有難度 沒有啦 什麼事 不行 一支龍箭 噴死對面 接著就是這隻 好 看看有沒有先 沒有的 還是一些突嬰 它那個生成率其實真的相當之低 你看到那邊有個極巨洞 極巨洞 但是... 看不看極巨洞 好像很圓 噢!看到啦 咦! 火主喔 這是加拉爾的火主 既然是這樣 是吧 對呀 還不是你 馬上來個多龍 兩星基本上就不會很難打 兩星好像都在說十幾二十呢 所以就沒有問題 對呀 驗兔兒 我們猛撞就行了 我們猛撞就行了 好 已經死了 太厲害了 因為 這裡我們高級球了 希望捉到 噢! 爆了 沒什麼位 身上大了 這樣就 幸好我也有些位 有些可以丟掉 譬如是骨頭 火把這些都丟掉 沒什麼用 羽毛都丟掉 接著我們就回去了 繼續撞EQ 就要 這些全部都拆掉 接著就 這個 打破 這個我丟掉 這個我丟掉 OK 什麼呢 BOSS和這個是誰 過去看看 有沒有位2Q 看一看 沒有OK 過去看看這個是什麼BOSS 既然是這樣 所以這裡要等 等什麼出來了 咦! 護城龍 老鼠BOSS 老鼠BOSS 那老鼠BOSS 不打了 因為都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東西 那我就由他 最主要做回我要做的 又到夜晚了 各位 又打到天黑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黑才出呢 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 也有機會不關事 純粹運氣問題 打不中 不斷 嘩! 嘩!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穿出去 嘩! 嘩! 搞錯啊 你走去哪裡 而且他現在不生怪 難道我改變了他的地影 然後他不生怪 不會吧 一個霧地枕就被我摧毀了 應該不會的 應該可以繼續生的 我猜 他不會這麼白癡吧 小木靈 小木靈 OK 繼續劈他 OK 這裡 好了 好 好像真的很少 現在會生成的 好 好像真的有點少 這個霧地不像霧地 哈哈 變了屋 變成寶 現在 好像真的放了太多東西 他不懂得生東西 出來 終於出來了 終於出來了 等了多久 去哪裡 去哪裡 女生 YES 終於是女生了 各位 等了足足25分鐘 25分鐘捉一隻迷衣 都還可以 我覺得 最好是女生 那我就圓夢了 好 我們注意到不要打到他就OK了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 等了二十多分鐘 OK 逆捉到了 那我看看這個迷2Q的性格 迷2Q的性格就是 加防減攻 基本上就很難用 但不要緊 沒什麼所謂 有女生就OK了 因為我可以回家再生怪 這裡我們就 spawn回去 也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伺服 這個伺服 就是一些指令的東西 這裡可以看有什麼用 還有一些建築物 未來我都會像這塊板一樣 這裡寫了 盡快處理的就是這個初子中心 即是這個重新點的戰鬥場地 即是這個類似的鬥氣場 然後歷代冠軍挑戰 可能就是第一代大家熟知的Wag 又或者是四天王 可能都會做一個出來的 招式教學點 就沒什麼特別 就是一些龍星群 大家都知道 Pokemon 入面 龍星群要壓迫找個NPC 這些都算是教學點 遲些會處理的 至於這個 這裡寫一個對戰規則寫明 譬如我寫明 單打雙打 還有四雙 會有什麼特別的規則 這裡 後期就是這裡 吉利丹升級 吉利丹升級和努力值升級屋 這些其實我覺得 這些其實真的很方便 可能你身上有全部零努力值的精靈 然後打一打努力值升級屋 可能就會很快地練好 但是呢 我會選擇後期才弄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人 都會有這個力量狗環 對 而我自己覺得 其實 現今世代 要練努力值是太簡單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 重拾打精靈去練努力值 這件事 雖然是這樣 打努力值好像 打野生掛很慢 但是呢 其實裝了狗環 其實都算快 都算快 都有一些方式可以練到 我希望 我進來玩這個伺服器的玩家 應該 體驗到這個樂趣 因為 在第三、四、五世代 其實練努力值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即是未去到太陽月亮 什麼劍盾 劍盾簡單得不得了 可能在說五分鐘已經練好了 不過這裡 就 對 久一點 增加這個遊戲的趣味性 這個就是我選擇的原因 我選擇的 對戰NPC的色衛 OK 好 那我們可以先去看看我家 我家其實都改了一些東西 好 咦 原來我的啟暴龍是 不是 我是啟暴龍加速減突風 好 跟大家看看這個屋 它就是一個 生蛋小屋 今天有沒有蛋 沒有蛋呢 沒有蛋呢 怎麼搞的 搞的 對 沒有蛋呢 沒有蛋呢 這個就是一個生蛋屋 你可以當作 它其實是很特別的 下一集我可能都會找時間 去到說一說這個生蛋屋 究竟如何混了 Pixel王 希望大家對這個Pixel王都有點興趣 可能都想玩一下 因為其實都很好玩 真的 OK 而且沒見到一段時間 我家園其實都幾多一些 幾多一些特別的東西 譬如西瓜田 農田 然後這裡有樹果農場 哇 很多東西 但今天不特別 即是這集我就不特別說 這麼多 因為這集主要是觸迷2Q 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 那這次Pixel王的系列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看看有什麼東西拍 也都...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看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再找時間去到 拍大家想看的東西 OK啦 好啦掰掰